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很清晰的新的结构 形态与特性 它所指的其实就是一种现象 许多小的实体它透过交互作用之后 会形成一个更大的实体 但是这个大的实体它会产生这些小实体所未具备的特征与特性 那也就是说在宏观的层次上 事物它其实没有办法往下具有可以还原和化约的一个性质 我就想在人生的经验累积以及对人生的体悟其实也是如此的 它并没有办法彼此之间画一个等号 或者是说从体悟可以化约成我们之前的经验 那借由创作我希望可以许下这一个生性之心 也就是生心 祈愿对生命课题的探求能有一个完满的体悟 这首乐曲由明色绿影和回向三大部分所组成 其中明色指的是这种一切精神与物质的现象 它是一个佛教语 那还有绿影呢这是我在2019年去参加了一次这个内观 有十天的静语跟静坐 那内心会经历非常多的活动跟思绪的片段 这样那我把它记录在这个明色跟绿影两个片段之中 那并在乐曲后段以大提琴吟唱 来回向于我前述所提到的 我所许下的这个生性之心 以及希望能回向给所有的众生 那么这首作品是写给预制过的古针 也就是这些古针的音呢 调的定弦跟平常会听到的古针是不太一样的 并且还有加上一些特殊的小装置 所以声音会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想在这边最后特别感谢古针演奏家郭敬木 那他委托我创作了这首作品 那并且我也想特别感谢张智慧 大提琴演奏家 那他们非常棒的演出 演奏家郭敬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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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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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